哈囉大家好我是蒟若 這次要來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美女反而容易晚婚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觀察過 你們身邊長得非常漂亮 身材非常好的女生 感情生活反而不太順利 而且通常也比較晚婚 到底是為什麼呢 各位想想看美女 一定是從學生時代開始 就被大家所認可的 她不會是這幾個月才變成美女的 除非她去整形嘛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 她可能從國中開始就有一堆白痴 每天搶著買早餐給她吃 然後呢這些男人到了中午就沒有飯吃了 因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嘛 這些美女上下課可能還有專人接送 幫忙背書包 甚至有左右護法神功護笛 白臉神叫為我獨尊 三不五時還有人買手機衣服鞋子包包送給她 那重點是呢從小到大 對她好的人已經多到她沒感覺了 她也很理所當然的認為這些都是應該的 但是也不能怪她 因為都是被你們這些男人所寵壞的 但是長得漂亮的女生不見得就有很多人追喔 很多條件比較普通的男人根本連追都不敢追 當然呢臉皮比較厚的男人還是一堆 那雖然有很多爛男人只是想為了上床而追她 不過呢也是有很多真心愛她的好男人 那所謂的美女到底有沒有給過好男人機會呢 在所謂的學生時代或許有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算今天你們兩個真的在一起了 你對她的好 她其實是沒什麼感覺的 更何況呢美女又不是真的對你有感覺 她覺得你只不過是在眾多追她的男人之中 最努力的那一個 所以呢才把機會送給了你 那對美女而言呢 這是一場充滿了內疚感的戀愛 對男人而言呢 這是一場人在但是心不在的戀愛 所以呢這種戀情往往在幾個月後就會搞垂 那為什麼會比較晚婚呢 因為第一 她不想再談這種無意義又傷害別人的戀愛了 第二可以選擇的人變多了 眼光跟條件自然則就會提高 所以可能有好長一段時間她都是維持著單身的狀態 直到呢有一天她忽然發現 路邊的小孩都開始叫她 阿姨 最後美女往往會被對她沒感覺的人所征服 你越是不理她 不覺得她是美女 她反而覺得新奇 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 她都會把這種新奇轉換成愛 就這樣一頭栽進去 不然就真的只是因為 再不嫁就真的嫁不出去了 這時候眼光不放低也不行了 因為她身邊所有適合的好男人都已經結婚了 講簡單一點就是 真心想要對你好的人你不要 而你愛的人又不一定對你好 然後適合你的人又相見喝完 但是你又不想當別人的小三 當然事情沒有絕對 凡事也都有例外 那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自己適合的另一半 這次的客人就收到這邊了 我是舉臥 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有關於感情方面的議題嗎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喔 舉臥的不負責任感情講座 我們下次見